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看小京阳症肝癌的晚期消息我昨天晚上在昨天夜里 王丹是让一样一个劲的给我打电话 要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联署 我说这次还要问我干嘛 联署就完了吧 我说王丹我对你很相信 但是后来他说你还去看一下 我一看小范的肝癌症我就感到很震惊 那么后来我正好昨天又看了和平有余胡平陈耀平 还有陈军关于小波的一个对话 然后我又把小波写给胡平的信照出来 那我觉得呢就是在小波的肝癌晚期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件事呢我觉得现在小波和他的家人 从各个渠道传出来的消息就是 希望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度过自由的一段时光 那么我们了解小波人都知道 其实小波这个人是很性情的 他对自己的自由对自己这种心灵的自由 包括身体能够能够性情的活着 而且是不是不管这种政治上的这种迫害 而且他像他对社会的很多文化上的习俗 其实他是不介意的 后来是因为他自觉的承担了一个政治使命 他才强行的把自己那种真的就是 他是在生命冲动中的这种自由的这种精神给压抑住了 当他承担了政治使命 我觉得回过头来到他今天是我们回头来看 其实那种也自由也是非常可爱的 一种可爱的精神追求 他活得很真很真帅 所以我觉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让他能够离开他所承担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上的这种使命 让他再按照自己的性情最后活一把 我觉得呢是我们应该为他做了一件事 所以呢在这个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呢这个现在世界各地呢 人们用各种方式在争取他能够获得自由 那么很多人都到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前进行抗议 昨天呢就是我们纽约的何岸泉先生呢 和陈闯壮先生两位呢 从十点开始为他进行24小时的接力绝食 我现在还是想把这个接力绝食做下去 也许我今天呢十点钟我准备接第二棒 然后再动员第三棒第四棒 那么就是希望呢 其实做这件事情 说实话呢我对共产党能够在小波的最后时光 让他按照自己的秉性 那种来自他生命中非常本源的 非常真帅的自由的这种追求 活最后一个时光我是不抱希望 但是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 能让小波在最后能够看到 他的这个生命啊实际上是非常荣耀的 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去让他能够感受到 他最后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份英勇的荣耀 即使他没得到他最珍惜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对小波这个人呢 仅仅做这是不够的 就像我跟子明 我在纪念子明的时候呢 我很希望跟他对话一些他最关心的问题 那么昨天其实胡平陈军还有这个有余呢 他们都讨论了一个问题 小平的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么小波是一个活得很有追求的人 特别在信里给胡平说 他自认为是在中国非常少有的 活得非常有追求的人 他活得很认真 胡平说他很会反思 对我们来说呢 我觉得小波的最后的时光 也讨论一下他的政治选择 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小波为他的这份选择付的代价 不仅仅来自于中国政府的镇压 也不仅仅来自于他的亲人 也在这个镇压中承受了痛苦 小波也为此感到痛苦和一种内疚 同时呢 他在我们运动中的同仁中间 也引起很多的这种猜测 误解和攻击 而且我以我对中国这个政治情势的发展判断 如果中共继续他的腐败暴政的话 那么小波实际上会遇到更多的这种痛苦 这种攻击 而且会有会变得更有争议 特别是呢 其实这种争议呢 比如像对我来说 我就不太在意这些事情 虽然我也很爱惜自己声明 但是我是不介意就是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如果我觉得可以沟通的时候 我还觉得痛苦 但对不能沟通的时候 我就根本就不他 让他去爱说啥说啥 就是很同情他们 但是这个对小波来说呢 他是一个内心追求极其高的人 像他给胡平的通信中 他居然对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精神 他都感到一种庸俗 那种精神的庸俗 他感到一种痛苦 他怎么一直怎么活得那么没有追求 没有怎么那么不高贵 他都有一种痛苦 那么现在如果他能看到的话 那他当然会更加痛苦 现在他也许在监狱中间呢 他实际上在面对的就是暴政 他还感受不到 他入狱之后 特别是在八九之后 他其实没过几天自由的生活 整个社会的适风日下 而且但是这种适风日下 我觉得小波来说呢 他还有一份安慰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心孤岛 这就是后八九的异议运动 打造出了一个良心孤岛 那批在中国国内坚守民主运动的人 这是一群高尚的人 他们追求精神的高贵 追求牺牲精神 有信念 有理想 有操守 其实跟这个社会呢 相对形成了良心孤岛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未来的 即将发生的政治转型中 当出现大规模参与爆炸的时候 当那个已经被共产党的腐败的统治 已经腐蚀的堕落不堪的社会中的人 大量的卷入民主运动的时候 这个良心孤岛 可能很可能就会被淹没 而且被冲得气得哗啦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小波可能会远比我们痛苦的多 因为我们其实在八九年 都看到人们都如此高尚的时候 那我刚出来就正一过 看小波那篇文章 我也觉得很好笑 反思怎么能这么反思呢 但是看了胡平那封信的时候 他给胡平那封信我就理解了 他真的是从这个人类的文明史中的 特别现代的这种文明的一些 生存的精神内核的角度 来反思我们现在的这个平庸世界 他感到一种痛苦 那么如果八九年的那种事情 都让他痛苦的话 那当然现在的如果反对运动在进行 那比八九年会完全不要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些大规模的民间动员出现 参与爆炸的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他肯定会有更痛苦 所以呢我是觉得呢 很想和小波如果有机会呢 进行一次对话 就像我在最后子明的追思会上 我跟子明在后面两段 我跟他进行了一场 对未来的反对运动的一场对话 尽管子明已经不在了 我还是跟他 我那时小波现在还在的时候 我希望呢小波能听见 而且我也希望呢小波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对这个对话做一个反馈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因为共产党的腐败 暴政的这种压力实际上已经使得 中国的社会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这种堕落 在这种堕落的社会中呢 整个的政治博弈已经完全变了 在这种变化的政治博弈中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参与 不仅仅是参与者呢 他们对手段 因为他们有好多更多的人在批评 小波的方式和手段实际上在政治参与的博弈中间 不光是共产党是这样而且很快这种民间运动中 出现的风云人物领军人物 甚至那些最时髦最吃香的人物 最有动员力的人物恐怕都是那些急功近利 我说最好的话不说不择说是急功近利的 这样的人可能会更容易占上风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在政治转型 而且反对运动也在经历一场转型 我今年在这个动向杂志写两篇文章 就是写转型如果一定来自于社会最边缘的地方 而不是在维护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的 这个边缘群体中发生的时候 它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转型很可能就是一个 是被一个正常社会排斥的 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正常社会生活 文明生活所排斥的这样一种精神的主导下展开的 因为它的组织资源和沟通资源呢 如果被暴政严格控制的时候 只有在这些群体中才能发生 当这样的一些群体 当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 甚至统治集团由于某些问题 普遍对于执政的核心失望 开始希望有变革产生的时候 而这样的一些力量呢 更容易在社会的变革中就脱颖而出 因为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一种力量 而且有一个爆发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零八宪章 就我们说小包说的零八宪章的路 还有他的精神 不光他的道路和精神 都面临了一场巨大的考验 刚才这个胡平和有余都讲到了 他们觉得零八宪章这个要坚守 那我想讨论的是呢 其实零八宪章是什么样子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我们先谈就是 其实小包也是中国是在文革后开始对中国的命运的反思 而且开始进入这个公共讨论空间的 虽然他在整个的八十年代他讨论的是文学和精神 但是呢他其实很多东西涉猎政治 在八十年代其实开始的时候 当八十年代初期 王纳敏刚结束的时候 中国人关于中国的发展是有不同看法的 其实在九十年代的汪归所说的许多的分化 在八十年代也都有 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学术化他的表述 有的人认为叫中国应该从教育开始 有的人认为应该从解决经济开始 有的人认为呢 中国应该是一个经济自由的 政治应当相对的专制 完成一个体制转 经济体制转变之后 然后再循着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政治变革的这个逻辑 再进行政治变革 还有的人认为呢 中国就只要一场全面的变革 但是到了八九年时候 应该说我们的民族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应当一场全面的变革 但是八九年那场镇压之后呢 中国再度发生了分化 其实汪归那篇文章有影响 他就是在写中国又分化了 这个分化就是人们开始有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时你从后一代 八九后起来的一代的 包括维权运动啊 地下教会运动啊等等 各方面的人的来看 他们也是在不同的方向和不同层面 在进行活动 希望呢 他们都觉得他们活动领域更重要 而且像比如像有些像国内来的这些 一些领军人物在跟我谈说 他说这个王老师 是不是你们太激进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具体问题的 通过法律一个一个案例 来逐渐的调整中国 那我说你以为我们一开始激进 那是共产党给我贴的标签 我说当初我一点也不激进 现在是共产党给我贴了个激进的标签 那么我说你们迟早当你们的改 当你们所致力于的事业 到了一个规模要触动到共产党的统治的核心利益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留情镇压你 当时他们不相信 你看现在到了今天我们看 实际上到08宪章的时候应该说 共产党的暴政对各方面的人民的 不论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这种改革活动 还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抗的活动 都采取这种暴政镇压 使得人们再次形成了共识 如果不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 所有人的问题解决都无从谈及 所以我觉得08宪章的303人的这种跨地区 跨社会各界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非常大 他表示着愿意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再次走到一起 说中国需要宪政民主 但是08宪章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目标方案 他并没有具体的回答中国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他应当通过哪些层面的这些什么样的活动 来推动这个社会的变革 因为这里始终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和平也罢暴力也罢 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统治集团 他到底在这种他准备用什么样的博弈 他会就是这个博弈说实话 主动权在统治集团手里 他会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反对运动 或者意义运动或者民间运动 这个实际上最后是导致了在民间运动中 什么人能发挥影响力 什么人不能发挥影响力 那么当然老牌的异议人士都被他们贴上标签之后 就很难做一些事 所以就像那天我在跟其他的一些夏业良他们对话 我就说 你今天让我说一些那些别人能说的那些能有影响力的话 我知道的比他们早 我知道的也比他们多 我说出来也可以比他们更有煽动力 更震撼那道理很简单 巴拿瓦文件是五代领导人的问题 纽约时报报的是温家宝 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家族 那么还有就是彭博社报道了镇压天门事件的八老的后代 掌管了70%的国营产值 但是这些如果都为什么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就是因为他的理性方式 那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就是说 当统治集团的这种暴政和腐败的方式 使得多数的民众要么就是接受共产党这种腐败暴政 那么如果要是反抗是在一种非常情绪化 我当时在私下讨论我跟陈耀平说 我的标准就是一个 如果它是一个痞子运动型的一种反抗呢 还是一种我们说的这种和平理性的建设性的 子明当初也是建设性反对运动 其实在这方面小波子明进行很多合作 现在可能还不是公布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在这场中间的一个决定的标准就是 正义感压倒专业理性还是专业理性 要比要跟正义感要一致起来 如果放弃了专业理性 甚至用把正义感作为一个压倒性的目标 那我觉得呢 这个社会就走向了一个非理性的变革道路 那在我看来呢 就是不管其实不是我们还坚守什么 而是说当社会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走向这个时候 那就像其实民国时期你说胡适先生 他们这些都曾经是这个精神领袖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中国从国共两党那个恶性的博弈中给拽出来 最后呢 其实我们今天回头来看 民国时期不是没有像今天的 我们主张08县章道路的人 也不是没有这些 就是像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些 其实是被当时的青年人看作精神领袖的 但是他们还是不可避免的把中国的命运 交给了那样的恶性博弈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那些坚守和平理性的人 其实不仅是一个在道路上一个被边缘化的问题 更可悲的就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时候要发生 就是说那些你坚持理性 坚持这时候呢 人家不但不认可你是一个反对 而人家甚至怀疑 你是不是在给统治者洗地 其实好多的你从法国大革命到后来 全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俄国革命法国革命 一直到中国的革命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在历史上革命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觉得小波面临的很多的拷问 要更严酷的多 这其实也是我们还继续走这条路的人 面临的拷问 那么当所以我就是跟陈小平呢 那天采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 我说呢 如果要是腐败暴政继续下去 中国的政治博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未来的博弈 就是地狱般的这种恶斗 能不能在这种恶斗中 不仅坚守我们的信念 而且还能够胜出 能不能在胜出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品质 就小波一直很看着精神品质不堕落 其实这是我们这一代还要继续坚持变革的人 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使命 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说 这个在这些突然投入到参与中的公众 他们如果有一种比较 在这种长期的腐败的社会生活中 养成了一些非常激进的正义感 而这种正义感不顾专业理性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零八项和小波这个精神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还有意义就是 因为一个社会不管他的这个运动 不管多么劣质 他做了多少破坏性事情 最后这个国家和社会是要建设的 在建设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精神坐标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呢 我们讨论小波的意义 特别是从一些更深层次上 讨论他的选择 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建设呢 有一种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这就是呢 当我们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宪政民主体制 当共产党暴政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精神品质 我们需要一个就是胡平先生说的 属人头要替代砍人头的过程 我们需要专业理性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呢 小波的这个可以 可能在恶毒中被展示忘却的一些东西 又要被重新纪念起来 但这是需要我们这些人呢 反复的去体认 在任何时候要不断的去念叨这些东西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个认同 像那么多知识分子 苏格拉底不死 其实苏格拉底早死了 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死 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他 孔子其实也早死了 孔子之所以没死 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老谈论他 所以我想呢以后呢小波的东西 我觉得看怎么概括我们都可以再想 但是呢用我们的时代的特有的方式 把小波的追求表述出来 然后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经常的去讨论他 纪念他 这个因为呢小波呢 现在已经是在肝癌的晚期了 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 不论我们除非他错诊 否则的话他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我觉得呢小波呢 确实他的这种追求他的精神 值得呢我们把它当作一座碑立起来 让我们的后人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中 能够呢一直在敬仰他的时候 能够为我们建设新社会贡献 一份积极的作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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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